你可算是来了 你看这帮人 耀武耀威的 将军 抓到人了吗 抓 抓 专门抓着 他们两个是什么人 回公公 这两位是镇远标局的标头 是他们告发这里 窝藏西夏公主和死士 而且有人在地窖里 滥用私刑 胡说八道 我这里是堂堂正整 做生意的 我看他们这帮人 就是在打西夏王朝 宝藏的主意 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 女 女佳 说出真相了 女佳 话最多的人是你 最好色的人也是你 你们根本就不是 镇远标局的标头 我 我们是标头啊 是啊 两个鼠辈罢了 他们是天山脚下的山贼 自称是什么天山恶狼 文森还在呢 天标 天标 来人 在 在 把这两个山贼给我押回去 是 是 别来 起来起来 别 别 别 天标 天标 我们是是是是标头 我们是标头啊 公公 是末将有眼无珠 认错了好人 还请公公 恕罪 来来来 这边这边 瞧瞧你这个糊涂将军 仔细看看啊 我这里分明就是存粮的地方 哪有什么刑场啊 你看 多少 这是新来的二十代大米 大米 宇公公 这这儿多脏啊 你找谁啊 纪将军 你看清楚没有 这里只有货 哪有你要找的人 是是是 都是那两个鼠辈 瞎编乱造 那还不快走 是 将军请 这奇怪 这娘娘腔她到底拿什么了 多主 末将先行告退 真是太险了 幸亏你及时赶到 逃过一场恶劫了 这个纪将军心机很重 昨晚差点摆了我一道 看来宝藏是人人想要啊 连纪将军这样的人 都不可能例外 为了想发财 随时可能做出叛国的行为 那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啊 如果他起兵反抗的话 你一个人怎么敌得过 他们一群人啊 你放心 我已经通知了西场的人 他们会尽快赶到的 我说呢 你怪不得不肯换回女儿身 原来 还是贪念着督主这个大位啊 我知道了 权力这个东西啊 真是会让人上瘾的 要不是我这个西场的督主 刚才你们通通遭殃了 我 好了好了 爸 你知道我开玩笑的 我是知道轻重的 我只是不想你太累了 周轩于一大群男人当中 对不对 我也没什么办法 不能帮你做点什么 那你老实交代 布鲁都是不是一直躲在龙门客栈 我不知道啊 我之前不是在京城吗 连顾少堂都离开龙门客栈了 我怎么会知道布鲁都的下落呀 是吗 那我问你 你今天早上是不是见过布鲁都 天山恶郎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是在怀疑我对你隐瞒什么吗 刚刚有旁人在我不想揭穿你 现在就我们两个 你还不跟我坦白 你 你这是从哪儿捡到的 就在你们客栈的地窖里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从布鲁都身上 掉落的首饰碎片 你还真是厉害 连顾少堂都瞒不过你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你来之前 布鲁都和他的手下 曾经和我们发生过冲突 难道是顾少堂把他们给放走的 他们俩呀 虽然一见面就吵架 可是到了关键时候 还真是互相掩护了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西夏的公主抓了很多人 那太子会不会也被他抓了 这就是我和师父提前来龙门客栈的目的 谁知道这一切都被你那个糊涂将军给搞砸了 现在布鲁都也找不着了 西夏是游牧民族 这个布鲁都会去哪里呢 这据我所知 摩水湖是西夏的故土 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摩水湖 那岂不是 当初你救走风朝阳的地方吗 也是我们不打不相识的地方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 布鲁都到底做什么了 我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 布鲁都到底做什么了 老板娘 我们俩每天忙前忙后的 我们哪知道他干了什么呀 就是 就是 到现在你们还在包庇他 现在官兵都追上门来了 幸亏有老板给你们撑腰 否则的话 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快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 参与这件事情 你先说 你知道的比我多 你先说 不说的话就把你们惯哑 一辈子都别想说 小新他被布鲁都收买了 帮他在地窖抓人 还跟哈岗一起动刑 我们两个都不敢靠近 每天晚上发出 很恐怖的声音 是吧 董妹 对 别说是看见了 光是那个声音啊 就特别像野兽 老板娘 我昨天晚上 还确实看见 小新在里面了 没我们俩事 好你个小新 你个小新的 浓门客栈 真的变成了一个 谋财害命的黑店 这回真是要回去 和他们算算账 老实点 跪下 跪下 老板娘 人我带到了 师姐 你就饶了我吧 我饶了你 你自己的良心 饶得了你自己吗 说 你拿了它多少好处 师姐 他们已经是亡国制奴 再加上心中对汉人的愤怒 又怕宝藏被刮昏 我就算不帮他们 也难逃一死啊 这样你就可以为虎作娼吗 我刚才已经在祖师爷面前说了 今天要清理门户 废林的双手 让你从此不再碰名气 师姐 我知道错了 师姐 你现在知道错已经来不及了 你当日败在我家门下 我早就把家训告诉过你 我们拿的是死人祸 绝不碰活人血 今天 你双手沾满了活人血 已经破了界 这个行当再也容不下你 你怨不得我 我知道错了 师姐 变起了兄弟 师姐 背上 师姐 你饶了我吧 师姐 把他给我拉出去 来 好 走 不好意思 我在清理门户 你怎么跟那个布鲁都一样血腥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布鲁都杀了很多无辜的人 他们的尸首就在后面枯树林的土坑里 如果太子万一死在这里 你怎么还我这个徒弟 不可能 我以人格担保 马天佑绝对不在那个死人堆里 你说什么 站住 老财师傅 是这样的吗 这记账啊 就跟练武一样 不但要胆大 还得要心细 就像你这样 站住 大侠 你干吗这么熊巴巴地看着我 我 我又不是你徒弟 难道你也要清理门户啊 你刚才说什么 为什么马天佑肯定不在这里 你 你问我干吗呀 你问你女人啊 他也知道 你自己做的错事 托我下去干什么 你跟我说过 在京城见过马天佑 告诉我 马天佑回来这里寻宝 难道他不在这儿 那他在哪儿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我也不想再隐瞒了 我是为了混胡忠玉回来 才骗你们 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见过马天佑 哎呀 京城那么大 岂干那么多 我上哪儿找去啊 再说 黄榜都贴出来了 皇帝不及及太监 你们招什么急啊 你这种人就是死心不改 嘴里没有依据真话 哎呀 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在皇宫享福了呢 你招什么急啊 算了 你别怪他了 其实 说不定马天佑没有跟胡人来大漠 也是件好事 你为什么明明知道他在说谎 却不告诉我真相 你们师徒俩那是一头热 一门心思要找马天佑 我即使告诉你这其中可能有诈 你也不会相信我 以为我在泼冷水呢 为何必妄做小人 你 难怪他说你跟他是一个样 我和他怎么会是一样的呢 他是有心机有目的的 我是一片真心为了你好 想为你解忧啊 别把话说这么漂亮 你们都是一丘之鹤 都是为了西夏的宝藏 因我们而来 他被你说对了 可我不是 我是真心地想跟你在一起 我不想你为了江湖的事奔波了半辈子 现在还要找什么太子 有些人啊 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 对 什么你都大意领人 救我拖鸡摸狗嘛 你胡说什么 胡终于 我们走 赵大侠 我们老板和宇公公已经走了 说是找布鲁都去了 连这小子做谁瞒着我 大侠 大侠 师母啊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啊 我说的都是实话啊 你这个口无遮拦的女人 既然撒了弥天大谎 就应该死都带在棺材里 现在这个结果你满意了吗 我告诉你 要是赵淮安他被逼疯了 胡终于你休想保得住 不会啊 老柴刚才说了 他是跟宇公公一起走的 又不是跟布鲁都去私奔 有宇公公照着我的男人啊 安枕无忧 我才不担心呢 还有多远 快到了 翻过前面那座山 就是布鲁都的营地了 那我们快到了 我还记得 那次我看见东厂的锦衣卫 最后只剩下一堆骸骨 唉 你一说到这个 我就头皮发麻 前面是什么人 是布鲁都手下的死士 在专另一个部落的游民呢 啊 连老人家都不放过呢 看下去了 走 小心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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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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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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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侠 驾 赵大侠 请留步 驾 你也跟着我干吗 赵大侠 我这次来不是求你原谅我的 我知道一个女人 可以为了男人放弃一切 可是男人为了其他东西 可以连最心爱的女人也牺牲 也许你认为 我们这样的女人很少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你耽误了我的证实 现在你在变任何的理由 我也不会留在这里 赵大侠 您担心马天佑的下落 同样我也担心胡忠愈的安慰 您是跟他一起回大漠的 你打算一个人回去吗 还是在你心中 只有马天佑这个徒弟 根本就不在意胡忠愈 住口 我们师徒之间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插嘴 现在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赵大侠 我知道你是个君子 不会跟我这样的小女子计较 可是 如果你再意胡忠愈的话 没有我带路 你是根本找不到的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带你走冤枉路 因为在我心里 我比你更想找到胡忠愈 请你给我这次机会 我跟他一起吃的 你还能带我 我可以装订你 我保留着你 可以去签就 AM会 你不想找到胡忠愈 你会来 我们到那边看看 喝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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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师 怎么样了 我看到你的如意郎君 已经到了 今晚良辰即逝 公主可以进行大婚之礼 我今天晚上就要出嫁吗 那我嫁给谁啊 公主 请你出来看看 那我们 노婚之礼 邀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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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苗招胡忠玉啊 属下不知 他们一定是闯进来的 果实算得真准 难道是老天 赐给我的如意狼金到了 快 把驸马扶金帐篷 那另一个怎么处置 等我和驸马成了亲再说吧 公主 这杯是齐过福的情花酒 当她喝下这杯酒 今晚就会乖乖地听你的话 当真如此 你给我准备喜福 即刻我们便成亲 是 我这就去准备 你终于还是属于我的 做我膝下的驸马爷 总好过做龙门客栈的老板 顾少堂 你跟我这男人 过一边去吧 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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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要娶她的男人 听说是刚抓回来的 不会是胡忠御吧 你呀不要做无畏的功夫了 这是陆金边的绳子 你中了狩猎的吹剑 那含麻药 得四个时辰才能消退的 我不能坐以待毙 把胡忠愿公寿让给布鲁多 喂 你们 你们在干吗 驸马爷穿了我们胡人喜服 真是比我们胡人还俊强 公主看到一定开心得不得了 公主 我要找羽化天 胡忠愿 你看我美不美 我真的从来没看见过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 你真的好美啊 那我们拜堂成亲好不好 你真的答应嫁给我做的娘子啊 我就等着你开口呢 娘子 我真的好开心 是啊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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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他他他他 他对他他他他他他叫他 他就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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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我如果呢他你跟他 他妈 我 来 驸馬您慢點 你們下去吧 是 今天是我們的新婚日 我們來喝交杯酒 好啊娘子 來 拿好 來 喝 沒事 來 來 拿好 來 快 快 先救人 來 拿好 來 來人呢 有刺客 有刺客 你還是省點力氣吧 你的人都已經喝多了 就算你喊破喉嚨也沒有用 你想幹什麼 難道我會把湖中玉留下來給你當駕馬嗎 別離我出手 別離我出手 你們在幹什麼 湖中玉為什麼創成這樣 于公公 把刀放下 有話好說 湖中玉神志不清 被這妖女擺步 還逼她做父嗎 難道你給她喝了情花酒 情花酒 那是什麼毒物 情花酒是西夏的一種毒物 如果湖中玉喝了這種酒 等她醒來 這輩子就只記得布魯都這個妖母 把解藥拿出來 這種情花毒酒 根本就沒有解藥 你胡說 她說得沒錯 確實沒有解藥 那怎麼辦 我聽說有種植物 找在大漠上 可以解情花之毒 但是如果過了時辰 就算找到的話 湖中玉也會變成火死 那也不快走 走 顧少堂 你壞我好事還敢走 布魯都 拜堂不是你一個人說了算的 你這樣對湖中玉 讓她神志不清 你要這樣的男人有什麼用 你不要以為你救過我一命 保護過我死侍軍團 我就應該容忍你 我原本想跟你分一杯羹的 但是你現在毀了我的大事 我心下寶藏 再也不會和你合作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跟你合作 你什麼都沒有 至少我有地圖 你有什麼 你不要以為你有半張地圖 就了不起 我告訴你 你這樣對湖中玉 她醒來絕對不會把你當朋友的 你 好 來 住手 住手 千萬不要給她喝水 她碰到水 竟然會潰爛的 顧手堂你告訴我 哪裡有解藥 我要救湖中玉 就憑你個娘娘槍 也想救湖中玉 這大漠上全是海之蜃樓 你找得到金剛葫蘆嗎 金剛葫蘆 金剛葫蘆 是生長在大漠裡一種 稀有的仙人掌之物 你告訴我們 在哪兒可以找得到 怎麼樣才可以救湖中玉 雖然我知道金剛葫蘆 可以解湖中玉的毒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真正地見過 當年我的族人 就是為了找金剛葫蘆 全部埋伸在大漠裡 因為只要有金剛葫蘆的地方 就會有流沙 趙大俠 湖中玉交給你來照顧 我擔心西夏妖女隨時會出現 金剛葫蘆我去找 我一定把她帶回來 那你要多加小心 你 既然這麼多人要救湖中玉 那就不需要我插手了 不過我告訴你 金剛葫蘆長在大漠的 低窪沙丘上 只要能找到開花的金剛葫蘆 割開它的果實 流出新鮮的果薑 讓它喝了 才能解情花之毒 可是還有不到一個 時辰的時間 你能找到嗎 等等 衝著西北方向有識的位置 憑著光的折射 折出一道光線 順著光的方向走 就是金剛弧度的所在地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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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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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赵大侠 你运功也救不了他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走 你为什么又对我发脾气 又不是我吓得多 是西夏妖女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解毒的方法了 你这样运功会害了他的 我已经把罗盘给雨花填了 如果他够机灵 胡忠愈就可以逃过一劫 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吗 胡忠愈低 老师 不嗅 胡忠愈留字 乾杯 胡忠愈 一些男性無妙 Filip 都嘅咱速 Gordon aos右 按照一 Emmyي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吗 就凭我对胡忠玉的一片真心 你就不应该这个态度跟我说话 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因为当初你欺骗了我们 我爱胡忠玉 我有错吗 我看着他要死了 我守在他身边我有错吗 如果我不告诉你们 马天又回大漠了 他会心甘情悦地回到客栈吗 赵大侠 你是黄河大侠 行侠仗义我钦佩你 可是我跟胡忠玉 只想过简简单单 平平凡凡的日子 你就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真话 你 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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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葫芦 我找到了 快 快 快 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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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啦 杜主 你好了 我这是在哪儿啊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你真是吓死我了 你终于醒了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 是否让我来照顾你的 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 看来解药没有用啊 你在说什么呢 娘子 你说什么 你叫谁娘子 你呀 你说娘子啊 你忘了 我们还经历过生离死别 昨晚还拜堂成亲了呢 只可惜你病了 没有赶上洞房花竹 不过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我娘子啊 看来解药真的没有消 你什么都忘了 只记得成亲的事 好了好了 什么都别说了 师父说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 我们赶紧动房吧 你 你起来 我为你出生入死 你却对我嬉皮笑脸的 你到底好了没有啊 好了好了 不跟你斗了 你知不知道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顾少堂 拿解药救的我呢 结果师父跟我说 你冒着生命危险 帮我去找解药 还把自己搞得 遍体鳞伤的 你怎么那么傻啊 早知道就不救你了 当你的西夏驸马去吧 西夏驸马我才不稀罕呢 我只想当一个 公公身边的男人 你别闹了 别闹 你又打我 打你怎么了 我还咬你呢 好了好了好了 别闹了别闹了 喝姜汤 喝姜汤 来 你喂我 好啊 公公张嘴 怎么样 烫 那我帮你吹好不好 来 我真不明白 布鲁都已经在龙门客栈 杀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游民 关押起来 我只是奉命行事 这些人手无腹肌之力 任你们宰割 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都是西夏王族的后人 公主下了命令 要我们抓回来 一个一个审问 希望从他们身上 能够查出更多 关于西夏王朝宝藏的秘密 既然都是一脉族人 为什么要赶尽杀局 布鲁都这样做实在太人性 你 作为西夏第一勇士 为什么要助纣为虐 参暴不然 我也不想残害我自己的同胞 可是 公主下的命令 我做属下不能不从 如果你们还有良知的话 就把这些人给我放 你们部落 已经没有能力再帮助这帮子民 更没有权力再加害他们 可 我不敢 行 好 那我就去找布鲁都 看我怎么把他骂行 秦华酒是西夏的一种毒物 如果湖中玉喝了这种酒 那他醒来 这辈子只能记得布鲁都这个妖女 我听说有一种植物上的大沫上 可以挤琴花之毒 但是如果过了时辰 就算找到的话 胡忠玉也会变成活死人 你换我好事还敢走 布鲁都 拜堂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你这样对胡忠玉让他神志不清 你要这样的男人有什么用 我肯定是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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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有什么用